接下来去爱心咖啡的题目有三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讲解 第一题就是what are things like lead means 刚刚不是有讲过吗 说哎呦你这个人 why do you always say things like lead 你这个人怎么老是说那样子的话呢 说那样子的事情呢这样子 好这要考虑这是什么意思啊 像那样子的事情是指什么 这个是考你这个一个观念 我们先看A是说problem会产生的问题 about有关于这个免费咖啡计划的问题 好他就讲说那些问题可能会产生 第二个trouble for people who go to Flora Cafe 他说这些是困难 对这些人的发生的困难 麻烦谁啊 who go to Flora Cafe 咖啡对于那些去佛拉咖啡店的人 好他们的trouble麻烦困难在哪里 谈论到他们的麻烦 第三个是we is 这个是讲方法 什么方式啊 to make free coffee plan successful 这个是使得免费咖啡计划 很成功的那些方式 那些方法这是片语一直到结束 是来说明这个方法 如何使得免费咖啡计划很成功 第四个good scenes free coffee will bring 好了这个是讲这一些这个好的事情 什么好的事情 free coffee免费爱心咖啡会带给 for all of coffee带给for all of coffee 变的那些这个好的事情 就是利益好处啦这样子 所以呢 你猜你怎么老是讲这些问题呢 好你猜这是什么问题 答案就是A 有关于爱心咖啡免费咖啡计划 会延伸的那些问题 这个才是正确的 延伸什么问题啊 刚刚不是有讲过的吗 一 来要爱心咖啡喝的人 不见得是真的穷困 需要喝爱心咖啡 他们可能有钱 那第二个 那穷困的人要来 要那些爱心咖啡来喝 会觉得很没面子 好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他老是谈这些 一直问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题的一个解答 答案是选A 那我们来看第二题 What can we learn 那是得知 知道的意思 关于Josh跟那个Eric 这两个人 我们可以知道些什么东西 从这两个之间的谈话 我们就了解了 这两个人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知道什么 我们来看第一个 Josh was not able to change Eric's mind about free coffee 他说 Josh呢 不能够 was not able to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改变Eric的心意 关于爱心咖啡的这个事情 那么Josh呢 是没有办法改变 他的卖卖就是心中的想法 因为Eric呢 这个一直都在怀疑 你说爱心咖啡 这是会有问题的 Josh呢 怎么说服他 都是这个说服不动 各有各的坚持 各有各的看法 第二个是说 Eric has more hope Eric呢 有更多的希望 好 那么对于什么 对于 Full free coffee plan 对于 免费爱心咖啡计划 有更多的一些期许 有更多的希望 比什么还多啊 比Josh还要多 那意思就是说啊 Josh呢 对于这个 爱心咖啡的成功 希望他没有 感觉没那么多 反而Eric 希望这个爱心咖啡成功 他的希望还比较浓 比较浓厚 但事实上相反 事实上 Josh是比较希望成功 Eric每次都是唱反调 都是一直怀疑 好 这是第二个 不太好 第三个 The final way 所以他们两个呢 都找到一个方法了 什么方法 to make people 让人们感到OK 好 让人们这个 感到很 fear OK就感觉不错 to take take是拿取得爱心咖啡 好 他们有一个方法 让这些拿爱心咖啡的人 感觉到不错 这个爱心咖啡 我拿起来 我喝起来 我感觉也很好 不过觉得很没面子 他们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有没有 没有 各 各执 坚持自己的见解 好 所以这个第二 第三答案也不对 第四个答案看看 they do not know whether Florida Café will do business honestly 他们并不知道 是否 whether就是是否 是否 Florida Café 这个咖啡店呢 会很真诚的 很诚实的 在做生意 因为他怀疑说 Florida Café店 你收了人家的咖啡钱 你有没有真的把咖啡送出去 有没有把爱心咖啡送出去 对不对 好 那么 他们两个不知道 这个也错 为什么 因为 Jush 是认为 他们是很诚实的 因为老板很诚实 他有黑板 他会写的 今天 收到多少爱心咖啡 送出多少爱心咖啡 但是 Eric就很怀疑 所以一个赞成 一个是反对 所以这些答案 都不正确的 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ra Jush 他 没有办法改变 Eric的心意 有关于 这个 还是各执己见 这个才是 这篇 文章 最后 这个呈现出来的含义 就是这样子 不过 Jush还是看了 光明面 他还是觉得 他们就是信任人们 相信人们 很真诚 他不会乱要 这个爱心咖啡来喝 但是呢 这个Eric 就一直怀疑 这个大概是 相信人性本善 这个Eric 大概相信 人性本不善 好 再来看 第三题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Floric Cafe from the Dialogue 从这个Dialogue Dialogue就是对话 从这个对话中 我们 知道 有关于 Floric Cafe 的情况 我们知道些什么 从对话 我们了解到 这个Floric Cafe 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A是说 It是指 这个咖啡店 Floric Cafe 这个咖啡店 有一个方式 好 有一个方法 来 什么方法 来知道 谁 是真正穷人 好 谁是 真正的穷人 所以这咖啡店 这个有一套方式 人影进来 要买咖啡 还是要爱心咖啡 他一看就知道 哦 你这个人是有钱的 要买 哦 你这个人是没有钱的 你一定要爱心咖啡 他们有一个方法 有没有 没有啦 他们只是凭借着 你要你要爱心咖啡 我就给你爱心咖啡 我就是相信人性 好 相信人男不会说谎 所以他们没有方法的 这是不对的 第二个 Free Coffee 还是Bloat It More Business 他说 免费的咖啡 已经这个带给他 更多的 什么 这个生意 就是说 因为有爱心咖啡 使得这个咖啡店 生意越来越好 英文就带给他 更多的一个 什么 生意 更多的事业 OK 这个文章没有讲 文章并没有提 第三个 People pay less for free coffee than other coffee 就 人男付钱付的比较少 那么比什么还要少 这个同学可能不太容易了解 他说 如果人们要买爱心咖啡 他可以付比较少的钱 比如说一杯咖啡 如果是五十块 那么 如果你要买 我这个要当做爱心咖啡的 那你就可以四十块就可以买到这个爱心咖啡 好 那比其他的咖啡付的钱更少 如果你是买一般正常的咖啡 哦 那就五十块 那你这个咖啡是要当做爱心咖啡的 就卖你四十块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 爱心咖啡 比正常其他的咖啡 那么还要便宜 人们付的钱比较少 好 这样子 有没有讲到 没有 钱一样 只是别人先付钱 好 别人先付钱 钱是相同的 并没有讲爱心咖啡比较便宜 好 再来第四个 Is blackboard sure if there are free coffees to be taken? 他说 这个福尔拉 咖啡店的黑板会显示出来 是否if就是是否是否有这个免费的爱心咖啡被拿走 被取用被拿去喝了好 if就发现是否是否他黑板上都有写出来今天多少人买爱心咖啡 今天有多少爱心咖啡被拿去喝了 黑板上都会呈现的很清楚 这个才是这个对话里面有提到的内容 所以我们正确答案要选第四个 这个才是合理的 好了 有关于爱心咖啡的这个对话 三题 那么我们就讲解完毕了